大家好 我是小鬼黃生 歡迎收看CNTV時尚 我覺得時尚的概念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優點跟缺點 例如說你要了解自己身材 然後你的單位 你適不適合穿這樣的衣服 如果全世界人都在流行穿這個衣服 但是你就是不適合 那你就千萬不要去嘗試 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概念 如果呢日常生活當中的我都會穿比較暗色系 例如說黑色 灰色 白色就這麼簡單 例如說現在大家看到的我就是一個非常暗沉的一個年輕人 可是我的笑容還是很可局 但是如果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趕著要出門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的我不會沖沖茫茫的亂搭衣服 因為我在睡覺前我就已經把我要穿的衣服放在我的包包啊 還有一些就是我要出門必經的地方已經放好了 所以說我刷完牙洗完臉走過去的時候 穿上然後就走 然後套個毛帽然後就散 這是我每天必經而且必做的事 我覺得性感是什麼 我覺得性感就是反差 什麼是反差呢 就是例如說啊 知道它需要一些想像力的幻想 例如說你們老師好了 他一絲不苟的呢 在這個黑板上面寫字 然後很兇罵 其實呢 他下班的時候呢 跟他的男朋友呢 很開心 然後就換了變了另外一個人這樣 然後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你的老師 哇 他怎麼變這樣啊 他也有小女人的一面啊 我覺得這種時候就會很性感 因為他有一些不一樣的反差 要不然就是呢 他明明看起來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乖 非常非常的就是 文文靜靜 可是其實呢 他會聽一些很狂野的一些搖滾樂啊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哇他內心一定非常的熱 熱醒然後 如火 對 我覺得這樣就很吸引他